台北市新一区有家知名的时尚美容中心 被警方查获没有医疗器材执照 却涉嫌从中国大陆进口除毛仪器 而且让没有医师执照的人员帮民众除毛 六年来不法获利上千万元 美容中心还和小摩艺人合作 在脸书发送广告 更是标靶使用日本最新的除毛技术 却被发现机器根本就是从淘宝买来的 私密空间享受专属聊天 这家位在新一区的时尚美容中心 标榜是专业除毛领导品牌 但现在被警方发现 他们没有医师跟医疗器材的执照 却涉嫌违法使用除毛器材 客人上门警方也同步搜索 店员被吓傻以为坏人跑了进来 殊不失是老板犯法被调查了 张姓女负责人家中被搜出了 五百六十多万元的现金 她被查出2016年成立了时尚美容中心后 对外标榜拥有日本最新的除毛技术 可以无痛除毛 但实际上是从淘宝网站 进口一台约16万台币的除毛机 每堂课程1000元到5000元不等 而为了提高收入 她还跟艺人合作 在脸书打广告发文 吸引上千名爱美民众上门 不把获利上千万元 为何案情会曝光 原来是有客人消费后觉得除毛效果不好 毛没有除掉 加上操作人员专业都不够 因此向警方检举 也提醒爱美民众要注意 寻找合法的美容中心 才不会花了钱除毛不成 又得承担风险 记者陈紫阳 林炳洲 台北报道